《解放军大裁军》 《解放军军事学院》 军队内部管理的76种干部职务才唯由士兵担任 官兵的比例达到1比3 三、报道称 同时 从1985年起 三年内有60万干部退出现役 转业到地方从事经济建设 能留在部队的军官 例如电台台长 联队司务长 电影队长和各类修理技师 统统将位兵头将尾的军事长 裁军一百万人 牵动着每一个军人 及其家庭的实际利益 处一发而动全局 错综复杂 极难操作 开国将军议事记载 中国军队裁军百万后 中央决定退居二线老军官 一律不发军装 屈是有曾向开国中将 詹财方发牢骚 他妈的 活着也没什么意思 军装也不给穿 还不如死了好 詹财方劝之约 莫讲风话忧 屈是有那么无言 返回搜谷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